申哥今天可以邀請我們到這邊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呢 它是跟創新跟創業有關 那截至我剛剛等一下會講說 我們在去年技術化出 獨家團隊在我們的場地做出業了 那我們其實 有很多不同的技術可以在裡面被探討 那最主要的話 就是跟生活公益 那所以生活公益在現在的 國民國小到英國國的交易跟他們的生活 就是有關係 那第二個就是創業的不同 那其實我們在我們家公益舉辦的 推廠多行的所謂產業的教育 那這些教育的話 就是包含所謂的 工具對成人的應用 還有經驗加工技術 以及像我們會一套 大家趨勢來臨的分享 去看他們的加工技術是什麼 其實有一些像法人 像我們工研院的法人呢 有一些技術 像我們基礎跟三地導機的技術之前都不太幼幼小 還有所謂是社會的URL 我們都在我們場會不太多課程 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做 那再來的話就是生意大備的地方是比較像 在意創業者的分享 就是你想要創業 或是還沒有要創業 我們就可以先去了解別的創業的心理 那最後是周五的頭頂之夜 那頭頂之夜 那頭頂之夜 其實我們跟三地導 一個叫花蓮太雄的社團合作 今年呢這個月是在十月太主要的晚上 如果大家對太雄語言的算學 或是想要了解 我們有一些專題式的程度 那都會在每個月也適合 那我們其實跟全台灣很多的 我們這邊都有聯繫 包含我們也之前邀請他們 非常多的指導團隊 還有在美股做教育的這些團隊 都有來過我們參與 跟他們跟我們做一些連結跟分享 那我自己也跑過蠻多數位轉換 包含以前的那個LUS這邊的 KING 2.5的計劃 那還有就是我們在那個 還有我們在那個 還有我們在那個 STAR的上面 不是有一個叫防BOTE的一個專案嗎 那時候我們去台灣有二十幾位 我們一起喝麥的這個 從BOTE進來台灣 那也改成我們台灣比較適合的 那現在目前這一台是在宜蘭的 一個小農的創客的 他的一個農園裡面 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實驗 那我群裡也做了一個 就是智慧競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在今年的 我們處理跟市益大學合作 做了一個創新的課程 那我們就教學生自己 打造一個智慧競的家電 然後我們在科學生 這個任務單位去 我們其實做的蠻多競賽 那有些競賽是比較像是 是活動一類的 那我們當時做了一個花點設計大賽 那大賽的話 要是去解決的時候 有很多問題 那他們也有一個產品 或者會分開你的方式做出來 那我們也拉了很多法人 把我們的一些創意的產品進來 才能夠幫你去做的工作 那去年的話 我們也帶了就是 在地的設計師 他們用在地的元素 他們用在地的元素 剛剛用過的 是同的部分的配材料 開始做一些設計類的應用 讓它會更偏向 所謂的商品化的模式 那幫我們住宿來之後 我們也帶了一份到 去年去參加台南的 所謂設計師站 我們2017年 總共是他組在我們的團 我們的團店裡面的一些團隊 那包含像這個 他是做小紅品牌的 他看到一些小紅的一些 發展的困境 所以他願意幫助小紅 來做一些內的商品的工作 那聖根的話 他其實是在那邊做行銷 整個行銷公司 所以其實很多行銷設計 我們的一些部分 行銷組的品牌這邊 他們的組 那書記的話 今天也有來自的產品 叫學習設計 他們開始做一些 可能是三天的一些國具的開發 那他們是結合一財的專品 所以有跟刺激大雄 他們是開給的 再來一月份 就像是部隊 我們他們也有在做 創作家庫的專品 那俊俊它是我們在地的 大理石的二代 那希望把大理石 可以開出 作為我創作的一些產品 做節目 所以它很寫 他們家的大理石 只有在做板材的切割 像這些 在華臉又不能開財 所以簡單的話 我們來自的產品 也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先要關注 這樣 那西面就是我剛剛提到 那個伊拉根 那只要不存在 那個機器就在西面這邊 那西面其實 在某一個文言 連結得很密切 很多農業 還有人資源 在做一些open data 東西再開來 那自己解決了 蠻多農業的問題 那如果有想要了解 因為時間有限 很多他們的同步 是其實也可以 西下的在地上 來做一些討論 那我們在去年也嘗試 做了在地的一些 數位的權力 所以我們就邀請到唐鳳 他一起來跟我們討論說 在地的數位的權力 要怎麼發揮 那很高興唐鳳也 願意引擎到我們 就是 接受我們的邀請 那我們一起來談 所謂東部這邊的數位權力 他也把很多數位的政策 在當天的那個晚上 我們做這樣一個服務生 然後我們有跟一些 一些大學的專案 會剛剛提到的智慧禁止 那智慧禁止的話 其實我們總共有 大概五堂課 從管理面部 這方面有一個 社會立派的開花板 然後有Python的原傳型 那其實這些 都有在bHub上面 有很多已經open出來的data 那我們就教學生 怎麼去找資源 怎麼把東西都領下來 改成自己樣的 每個學生都從 完整到 進去的切記 三十五堂課 然後 麻煩補充 從所有的預算 真不出來 怎麼把 放在這個護理裡面 去調教師座 那這樣學生就能夠 可以 完整的幫助 去聊天 你們今天 這是我們今年 跟科技部的計劃 那我們帶來你們 東華國防大學的 韓國大學的 學生總共30位 參加這個 可以去看我們 數位人才培育 它其實是發展我們 AI的人才 然後 它也是 方向在所謂的 那個 逃風這邊的 有一些 養殖性的一些 全案機構 那如果這邊 有個 就是跟學生 三十位大學 可以做什麼 跟我們發動 發動的 十一家廠商工作 所以他們隨身到產業來的去 用他們學到的AI技術 幫助產業 任何產業解決不同的問題 那這個 情況會在去年也結束 那它每年都有到2025年 所以我們每個月都在做大學裡面 就是 參加產業的接見系 那其實這個更是 所謂的 教育團跟產業團 都是有關係 嗯 好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 這個國發群聯 我們相對應在 所謂的文創產業這個部分 做一些教育的提議 那我們一直到 7月4日 都會有一些 定期的聚會 所以每個月 在我們長期 都有文創業 整個 在那個 社群在這邊聚會 然後 我們在討論的就是 所謂的 文創產業通道的問題 怎麼用 賠儀的方式去聚取 那 以上呢 這是我們 今天的講話 這個很棒 謝謝大家 謝謝